集團在網路上刊登了假徵才的廣告 應徵高薪打字圓 等到了被害人上門之後 就會把人軟禁起來 拿走他們的存折 還有金融卡作為洗錢的工具 警方過報之後 從集團的藏身點展開了追查 發現他們在犯案期間 不斷的更換地點 最後是在台北市信義區的一間商旅 陸網被逮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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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進進進 找到 並以刑警抓準時機破門逮人 裡頭的人全被嚇傻 待在原地一動也不敢動 會這麼大徵仗逮人 原來這裡是詐騙集團藏身地點 他們在網路上刊登偵才廣告 應徵高薪打字圓 等到民眾前來面試後 搶取他們的存折金融卡 當洗錢工具 還把人軟禁起來 存取抓同期犯 也還蠻多的 反正這邊有五個門 只要獨五個門 有五個門就起碼要 最起碼要十個以上的 詐騙集團會曝光 原來是日前有一名男子 從台中北上應徵 沒想到他卻遭軟禁兩周 等到他的帳戶變成警示戶被凍結 就被丟包在路邊 憤而報警 警方尋線追查 發現詐騙集團在大台北地區活動 而且還有七名男女被軟禁起來 並依約攜帶存折提款卡 前往面試應徵 起之到場後 竟被帶往台北市的旅館 限制行動自由 原警從集團藏身地點 尋線追查 發現他們不斷轉移陣地 最終15人在新一區的一處商旅 落網被逮 同時查獲改造手槍 土質爆裂物等違禁品 想要透過更換旅館 射斷點 躲避追氣 卻不知道誇張行為 早就被盯上 現在通通狼狽落網 被移送罰辦 謝謝收看小朋友 正在台北採訪報導